好 不过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 来看看的是外交部 我方的外交部就是因为这篇推文 引发争议 有没有惹祸呢 因为现在立委邱承远 民众党立委爆料说 我方逐俄罗斯代表被俄方的官员叫去训斥 叫去骂的意思啦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这篇推文吗 当然因为这一次在俄乌战争当中 台湾是站出来是也有谴责俄罗斯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是不是这样子 引发了一些争端呢 不过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他怎么回应 他说他们包括俄方代表跟俄方官员 只是意见的交换而已啦 完全没有提到推文 不过最近真的多事之秋 像俄方联邦安全局也有分析师指出 之前的爆料说习近平其实曾经考虑过 就要在今年秋天要全面来犯台 针对这样一个情资跟资料呢 外交部长吴钊燮则是回应说 不管大陆什么时候要攻击台湾 随时都要做好准备 不过其实最近很多的争议除了这些还有 最近我方的外交部呢 要申请要帮这个台湾来加入 申请加入美国的境外预先通关的计划 但是现在传出卡关了 而且呢这个方案呢 是2020年到2021年争取美方的批准 还耗资了百万元哦 但是并没有过关 这个要申请呢 加入美国的境外预先通关的计划卡关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认为淘机的运量因为不够大 所以他们正式不考虑台湾的申请案 不过被问到这个问题呢 外交部长吴钊燮又是怎么回应呢 他则说 他说是因为美国认为因为台湾啊 做得很好啦 没有任何的安全威胁 所以呢 他们要优先先去处理其他的地方 换句话说 所以才会让我们申请呢 加入美国的境外预先通关计划 会卡关 不过这样就是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一个说法 也有引发了在野党的一个质疑 当然呢 这回俄乌大战 台湾喊制裁俄罗斯 真的反而被对方列为了不友善的名单 好 这样吴钊燮呢 接受专访的时候 居然他还说 深感自豪 网友炮轰 这是一种 妈我终于得奖 这样的概念吗 真的是没救了 台湾跟风制裁俄罗斯 结果被俄罗斯反击 列为不友好名单 但我们的外交部长竟然说深感自豪 百姓听完大下歪 说把我们台湾跟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 摆在一起 而且是采取一致共同的行动 那我想我们台湾的人民 一定会觉得说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面 不会感到孤单 网友炸锅炮轰真的没救了 跟大国一起列在名单很自豪吗 还是骂我终于得奖的概念 嘴都你政府爽苦果我人名单 蓝军炮轰 台湾不但得冒俄罗斯拿航权制裁 台湾的风险 还得重新向其他国采购天然气 对台湾根本没好处 而战争后最新民调显示 若台海爆发战争 相信美军会为台湾出名的百姓 只有42.7% 对于1月天下杂志民调58% 足足少了16个百分点 残酷的国际现实 百姓越看越轻 就怕大关还活在自己世界里 这张正敏丽玄台北报道 对于台美关系的发展 政府常说台美关系坚若磐石 但是整个有立委就认为了 必须要用具体行动 才能让民众感受到 直询了也是吴钊燮 结果他到底怎么回应 好像蛮让人傻眼 带你一起来关心 民众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什么叫做坚若磐石 因为这中间有很大的浮动 所以我想请教部长是说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你将来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行动 或者美方有什么样具体的行动 非常感谢委员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 这是一个民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不只是民众关心 甚至是国际社会 对于这些相关的议题 也都非常的关心 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向是如此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防卫 必须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要去展现 自我防卫的这个决心 必须要去构筑 我们需要的这个武器 也必须要去演练 我们能够一式的这些战略 有关于美国要不要来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朋友这是双方的 尤其真心的朋友 那一定是双方的 那不是只有我单方面一直付出 我单方面一直讲 我单方面一直配合 朋友当然也会想说 万一我有难的时候 那你用什么方式对待我 他同样看到你在对待 你的另外一个朋友的 对待方式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人民的认知 我现在讲的是 普罗大众的认知 不是你的认知 我现在也要跟委员报告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提供我们台湾足够的武器 然后第二点就是跟台湾 提供武器 那美国是不断的提供我们武器 接下来还会有军售的宣布 那接下来就是说 跟我们有更多的安全的讨论 那第三点要跟委员报告的 就是说 你如果仔细去看 台湾关系法的话 美国的这个说明 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要提供给我们台湾 足够的自我防卫的武力 而且美国要在区域部署 足够能够排除这些 对台湾威胁的武力 那我想美国都在做